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谭剑刺 更为张婉逸成为粉丝们的新近老公 在三位里面 最被人心疼 让人姚大奇感到遗憾的角色当属谭剑刺的向柳了 粉丝对向柳这个角色爱的深沉 为他二创了不少素材 谭剑刺一条简单的晒图微博 点赞就高达110万 都说谭剑刺爆了 但口说无凭 要从数据上来看 微博7日涨粉77.5万 45元一本的杂志 卖了25万套 他喜欢喷的香水卖脱销了 今年谭剑刺已经32岁 在儿立之年 享受了一把小鲜肉的流量盛宴 媒体戏称他为老莱德粉 谭剑刺的这一路走得不容易啊 很长时间里 他是娱乐圈里的四不像动物 他是唱跳歌手出身 但是他没有大众熟知的作品 就连他所属的男团麦克组合 也让人障碍和尚 摸不着头脑 这是个什么组合 都有谁啊 是外国的男团 他参加综艺 做主持 参加舞蹈比赛 同时也演戏 但始终 他都没有深耕于任何一个领域 当大家谭起谭剑刺 是模糊的 不确定的 游离与娱乐圈边缘的存在 就连他的名字 谭剑刺 都会让人有一种恍惚感 好像是日本人啊 谭剑刺开始进军影视拍摄 他最一开始的试水是 小时代的音乐剧 那是在2015年 世纪的时候 郭敬明及其他导演 一眼认准了他出演简析 但其实 在谭剑刺自己心里 他可以演顾元 演唐宛如 演习成 演谁都可以 却没有考虑过剑西 剑西对他来说 是比较难演绎的角色 因为剑西和他本人的性格相差太多 剑西温吞 谭剑刺活泼 但他这次触电收益颇多 舞台剧与平常拍戏不同 哪怕一句很小声的台词 也要保证三楼的观众可以听到 所以在台词方面 谭剑刺练习得非常勤快 这对他后来演戏有很大帮助 2016年 谭剑刺26岁 开始向职业演员转型 2016年冬天 他遇到了自己的伯乐 吴秀波 两人约在咖啡馆聊了一下午表演 并很快确定下他的第一个正儿八经的角色 司马昭 这对谭剑刺来说 是一个今天的好消息 谭剑刺的头顶上笼罩着山穷水晋的阴云 没想到在这个节点 迎来了军师联盟 这么好的剧本 谭剑刺在军师联盟 和虎啸龙吟 剧组待了333天 这相当于是上了一年的表演课 在漫长的拍摄时间里 他受过表扬也遭遇过呵斥 在自以为是的表演过后 吴秀波对他当众斥责 这让谭剑刺明白了表演不是儿戏 需要有敬畏心 成为演员的初期 谭剑刺跳过更加容易的架空型古偶仙侠剧 选择了相对更难吸粉的历史巨制 他需要对一个有血有弱的人物 做一个确实的理解 是上文还是重武 是重如还是重导 无形中囤积的是文化素养和思考逻辑 2018年 他登上了 我就是演员的舞台 竞赛时 他得到了导师徐峥的高度赞扬 这才是偶像 这句评价让谭剑刺大脑懵了好几天 这是第一次 他在表演方面得到了切切实实的认可 节目之后 谭剑刺的工作明显增多了 综艺和演戏两面开花 天赐的声音 跨界歌王 追光霸哥哥 接招霸前辈 在这些音乐综艺里 谭剑刺开始尝试捡起自己的初心 让大家看到自己的另一面 其中 以追光霸哥哥 最有话题度 里面全都是 曾经红极一时 或者从来没有火过的男艺人 比如陈志鹏 胡夏 于蒙龙 都是些介于 有名和透明之间的明星 谭剑刺出场的时候 杨幂和金星这样评价他 知道名字 但是不认识 节目上 谭剑刺展示了自己不俗的唱跳实力 并成功和其他几位哥哥成团 这次成团并没有给谭剑刺的事业 带来更多的助力 但是他的唱跳能力 和综艺效果有目共睹 第二年 他成功加盟何炯的新节目 你好 星期六 成为节目的常驻嘉宾 2022年 犯罪推理剧 劣罪图鉴 播出 谭剑刺第一次尝到了火的滋味 上线11天 爱奇艺 腾讯双平台播放量第一 谭剑刺的微博粉丝量涨了110瓦加 短视频单周涨粉199瓦 时间来到2023年 常相思的热播 其实早在电视剧播出之前 他的一张战损路透图就已经火出圈了 照片里 谭剑刺被鲜血染透 整个人残破不堪 但是依然如身边的那把大刀一样屹立不倒 网友都猜测 这就是项柳战死沙场的重头戏 常相思里谭剑刺饰演的 是九头蛇妖项柳 这个角色并不是男主 也就说不是女主小妖的官配 但是她的热度很高 小说作者童华 对项柳这个角色非常偏爱 项柳的一生相当悲苦 爱而不得 为终于放弃爱情 最终在战场上一劫而亡 多少读者读完之后深夜泪流 为项柳感到一难评 虽然是男三号 但是演好了 会是整个电视剧最圈粉的角色 谭剑刺完美地完成这项任务 网友评价项柳这个角色是九曲红尘是外客 白衣如雪 白发如云 不沾半点烟尘 谭剑刺扮演的项柳正是如此 就像谭剑刺在采访中说的那样 犯罪图鉴之前 他并没有让观众记住的挑大梁的角色 审议之后 人们开始信任他的演技 而这一次的长相思 让大家看到谭剑刺 已经完全迈进了实力派演员的行列 以前跑走面试的时候 人们用个种理由拒绝过他 牙不行 演不了主角 个子矮 演不了主角 长相不行 演不了主角 关于他原生形象的一切 都成为了阻碍他接角色的绊脚石 但是他用实力告诉观众 哪怕没有一米八 也可以演出两米的气场 2010年 迈克男团的五个孩子 秘密训练的时候 行内人对他们说 你们一出来肯定就炸了 当时的谭剑刺非常忐忑和紧张 暗暗中一直在等待那个爆火的时刻 但是这一刻他等待13年 2023年 常相思 播出 他真正迎来的爆火的一刻 这13年 他唱跳 演戏 做综艺 把自己修炼成了一个六边形战士 都说成名要趁早啊 16岁的谭剑刺这样想过 跌跌撞撞走到33岁之际 他向往踏踏实实的生活与工作 而历之年 正是大好的时光 谭剑刺终于在人生的关键阶段 站稳了脚跟 而迎接他的必然是更加宽广的阳观大道